最近我發現有一本書,其實還不錯啦,就是這一本 就是那個 它把所有的函數通通都集結在一本 上面這一本我覺得蠻簡單的,這個靈魂宮 下面這一本是比較新的 而且這一本是好像暢銷排行榜蠻前面的 你們到書店去看應該可以看到 它就是什麼呢?那個 職場函數468招 它實際上就是468個實際範例 那它把所有的函數,概括分為九大類的函數 一類,就一個 每一題,每一題 實際上就是一個函數的應用練習題 那如果說你可以把468題 從頭到尾全部做完的話 我相信你應該在函數上面應該已經在錯錯有餘了 可是不太容易 但是我們上課我會挑裡面 我覺得還蠻有代表性的一些 例題給各位 那也許你們如果想要知道其他更多 也許你可以自己再去了解 有沒有更好的方式 那這個部分的話提供各位參考 那這兩本書 另外的話呢 未來也許就是說再進階 假設說因為在Excel裡面有很多函數其實是不存在的 那你的工作需要某個函數不存在 如果沒有那個函數 那你變成你要花很多時間才能解決一個問題 所以你變成你要制定 我剛剛講的 那如何制定 其實可能你就會涉及到一個概念 就是說Excel的VBA 那這個VBA其實學起來有一點點難度 但是其實也不會說非常沒辦法理解 那我也會把這些比較簡單的方式教各位 那至於說詳細的 如果說你真的想要徹底去解決一個問題 那你可以再去看這兩本書 這兩本書其實蠻推薦像下面這本的 就是Excel VBA一點都不難 它有一個後面有一句啦 一鍵搞定所有的報表啦 其實就當然就是說 如果你可以把那個按鍵做出來 你按它按套就把它按下去之後 其實有些事情你的問題就解決了 OK 那其實主要就是把你所有的動作 也許你以前需要做很多很多的那個工作流程 它就把它變成一個按鈕 按下去自動變成一個報表 那你如果把它列印的話就把它print出去 你的問題就解決了 那什麼能試用 其實只要你用滑鼠鍵盤每天在那邊做事情的 而且做很多重複的事情的人都需要啦 其實很多事情如果你可以把它變成一個按鈕 按下它解決下一個問題 按下它又解決一個問題 這感覺其實非常的好 所以以後你的工作就是按按鈕就可以了 按一下按就下班了 OK好 那其他這個是資料庫 這個比較進階 提供給各位參考 那這個是也是範例題解決問題 這個是跟資料庫 那這個是比較進階的 當然以這個VBA裡面還有很多更進階的東西 OK 那接下來在你們講義裡面也會看到 就是說有兩個連結 那請各位等一下幫我連到這兩個連結 第一個連結裡面的話有大小姐分別 旁邊有QR Code 如果你要用手機直接在手機上做答也可以吧 主要因為我不知道各位的電腦程度 所以我也不知道說該用什麼樣的 就是說定位在哪個地方上課 所以第一個請各位讓我知道說你的Label 第二個讓我知道你到底要做什麼 你到底想學什麼 解決什麼樣的問題 那再來也許就是因為我們上課兩天 那實際上像這樣的課程喔 至少都是八天十天可能更多 才有辦法把它全部講完 所以你告訴我說你哪部分你最想學 那我裡面會列出好幾種 那你們打勾最多的我就以那個為優先 那其他的話呢 再用其他方式補充吧 OK 好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就是說下面那個連結是 我們的上課講義 像你們手邊也有啦 或者是說呢上課的用的範例的檔案 還有就是說講義裡面 因為講義的章數限制 所以很多的補充資料 我都沒有辦法放在講義裡面 我都把它放在雲端上面 所以我創了一個名稱叫什麼 雲端白板 因為你要寫白板寫在上面 寫在這邊喔 沒辦法寫很多 另外寫完這個就擦掉了 那我弄了一個雲端板 就是說這個東西永遠都會在 只要你記得這個網址啦 你在這邊上課也可以連到 回家的話你要想要再繼續學習 你打開就會有了 而且裡面很多是一些程式嘛 像我們剛剛講 可能還會涉及到VBA 那如果說你打字 不可能打可能來不及嗎 因為我這麼多字 那可能也會打錯啦 雲端上都有 你只要會Ctrl C Ctrl V 貼到對的地方 你就會跟我一樣做出來了 OK 你可以先從那個複製貼上開始啦 至少比較會有成就感 知道在做什麼 OK喔 所以有兩個網址 這個網址 那這個網址是做那個 我們的就是問卷 那這個是那個就是雲端的部分 那等一下請各位幫我做一下 這個這個點進來之後 就會裡面幾個問題 我會先講一下 我們課程到底上些什麼 那您的大名 OK然後呢 您的這個部門的需求 你大概講一下 這到底用在什麼地方 還有你的電腦程度 上課希望哪部分為主 那為什麼來上這門課 最後呢 如果說你希望 在課後 能夠把那個 我們上課影片 直接寄給你的話 你就留一下 但如果不需要 沒關係 就不用留沒關係 這個是可以自己選項的 那最患提交 這一個部分就完了 第二個連結是 你把它連進來 記得那個大小寫 連進來之後的話 就是會有這些啦 范例檔在這裡 講義在這裡 剛剛的參考用書 你也不用寄啦 這邊都有 還有所謂的雲端白板 每一個上課的畫面 還有內容 我會把它區分成這幾類 那你可以點擊進去 裡面都會有完整的東西 各位不用擔心啦 比如說裡面的話 比如說需要的東西 你記得把它 右上條一個彈出視窗 你把它彈出之後 那裡面會需要 遇到的相關的公式 這邊都有啦 如果你公式打錯了 或者不知道哪裡錯 你可以自己在這邊找啦 這邊都有答案 Ctrl C Ctrl V也有 OK 所以不用擔心 上這門課其實你可以 非常的輕鬆 然後呢 你也只要 你只要記得 反正回去搜搜看有沒有E-mail啦 然後沒事的話就可以 再去聽 因為之前有同學就是說 老師你這個方法太好了 他因為客廳上面 就有聯網的那個電視嘛 然後他就在客廳 坐在沙發上 上我的課程 然後他還跟我講說 老師你的聲音還蠻好聽的喔 OK 我不知道要怎麼回答 OK 所以呢 學習的方式 你可以放輕鬆一點沒關係 那請各位 等一下幫我做兩件事 第一個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兩個網址 應該在你們講義裡面也有啦 然後 就是第一個 把那個問卷填完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 在下載那個 到雲端上面 先下載那個 所謂的範例的檔案 上課 那我已經幫各位把那個範例檔案 全部的內容都放在雲端上 那你只要把那個範例檔案 下載下來之後 並且要解壓縮 記得這個地方會需要解壓縮 然後呢 就按照那個我們既定的流程 那我會把那個函數喔 那個468招是分成九大類啦 不過我覺得九大類太細了 我覺得常用大概五大類啦 所以我把它分成五大類 那我們會把那個五大類的函數 徐序漸進的跟各位做說明喔